不好啦,不好啦,小迷,大师不好啦 小兔子,大惊小怪的,发生什么事了? 我的手机玩不了迷你世界了,这下该怎么办啊? 别着急,是不是手机哪里出问题了? 来,给你一个缩小年糕,让我们去手机的内部一探究竟 哎,这就是手机的内部吗?看着也没什么特别的 充电口,兔妹妹,是不是你的手机充电口坏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算了,还是下去看看吧 哎哟,我去,下面怎么都是病毒 怪不得手机都开不了机 我还是赶紧把这些病毒清理干净吧 这下手机开机应该是没问题了 走吧,兔妹妹,我们再接着去下一个地方看看 下一步就是要开机了 好家伙,这里面也是有这么多病毒 兔妹妹,我看你这手机还不如老年机呢 哼,让我进去把它们全部消灭掉 这边的问题解决了 接着再去音量键那里看看什么情况 来,让我看看 好吧,这里面居然也有损坏 把不符合音调的音块敲掉 然后放回正确的位置 原来如此 我说前段时间我的手机怎么像哑炮一样没声音 OK,这边的问题应该是解决了 接着再去下一个地方看看 下一个是手机的系统 好家伙,怎么哪都有病毒 我这是进了病毒窝了呀 兔妹妹,你这手机多长时间没清理过垃圾了 不多不多,也才一年吧 我晕,你这手机能撑到现在真是一个奇迹啊 时间紧任务重 还是抓紧时间把病毒给清理干净吧 放开它没让我来 不行,这伤害有点高啊 这,智取懂不懂 OK,接下来再去流量这边看看 话说流量里面怎么会有病毒 这也太离谱了吧 这边应该就是最后需要清理的地方了 伙伴,平常可不能盯着手机玩 我们要学会劳逸结合 哎呀妈呀,可算是搞定了 你这手机里面的垃圾简直比我吃过的盐还要多啊 小迷,我还有一个平慢电脑 臭兔子,你想得美 以后我们就各走各的路 我就不陪你玩啦